深夜時刻大批員警 站在加油站前逮捕兩名男子 一旁地面還散落著不少子彈殼 陣仗這麼大 全是因為他們拒簡逃逸 還試圖衝撞員警 連續搶小嚇壞附近民眾 事情發生在十二號晚上十一点多 當時三十七歲的蘇姓男子 騎機車載著三十四歲的李姓男子 情經福德一路與中心路口 遇到警方盤查 沒想到蘇姓男子唏嘘 猛踩油門加速逃逸 過程中一路蛇行 連闖紅燈 還想要衝撞警車 警方呼叫支援追了十公里 兩名嫌犯在新台五路 與南新路口的加油站旁 自撞汽車逃跑 還順手將身上的毒品丟棄 現場員警立刻對空連開四槍 這才逮到兩名男子 他意圖闖進櫻花的一個步道 我怕危及到民眾的安全 同仁立即對空鳴槍四槍 全案我們要積極深入了解 經過一番搜查 果然在蘇姓男子身上 找到多包海洛因 擠胺非他命 還好追不過城 沒有人受傷 全案也將依妨礙公物 毒品最嫌 移送偵辦 華人新聞告訴我 黃周盛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 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後一段時間 謝謝 感谢观看